日本的傳統武勇 洞中囚禁的太極 萬華終身學習教育中心 兩週年成果發表 藝術繪綴 白髮蒼蒼的長輩們 銀行高歌 大家來唱歌幫助很多 一方面可以去煩惱 而且還可以健身 我們每次唱歌的時候 老師都要先叫我們練 那個聲音 那我們這樣子練起來以後 那個肺活量就增加了 素描課多數學員 也都是寒衣弄森的阿公阿嬤 他們的活力熱情 讓老師也很感動 我深深地被他們的 學習態度感動 因為素描這種美產 是很比較枯燥乏味的 可是這些哥哥姐姐們 他們就很有毅力地去完成 今年推出的智慧手機 輕鬆學 善用科技 我們的這個手機使用普遍力 越來越高 但是像我們這種年齡 稍微漲一點了 對這種三期產品 事實上是有一點距離感 如果說讓這些社區大的 或者是說我們自己資工 能夠把我們手機用得 越來越好的話其實是 大家都有幫助 每種課都不只教如何做 也從過程傳遞智慧與人文 喜悅的氛圍中學習 以理相待 帶來新聞知識美之工 台北報導 幾下課 我聽見你 我聽見你